再来看到林业大雨造成的积水 桃园地区也有不少地方出现有积水的状况 赶快连线记者徐一平一平行说 好的主播透过监视录影器可以看到桃园厦门街这边 因为林业大雨造成的积水灾情严重 可以看到就连车辆经过都会掀起阵阵的水花 看起来情况真的非常的严重 而且积水还一度积到了脚踝这么高 甚至就连这些雨水还灌进了店家里头 让我们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 可以看到居民一早起来发现积水一度淹到膝盖这么高 只能赶紧清理家园 而且不止这里就连桃园市民族路上也出现积水的情况了 在那个民族路地下道也出现严重积水的情况 目前已经禁止通行了 而且连旁边的道路也淹了将近半个轮胎这么高 不少车辆只能冒险涉水而过 而大雨影响交通了还有在南侃砸到出口 那边在国道一号南侃砸到出口 积水一度淹到半个轮胎这么高 虽然目前积水已经慢慢退去了 不过如果雨势再加大的话 还是会有淹水的情形 自从目前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将镜头交换棚内主播 好来看到桃园下大雨淹水了 谢谢玉萍的连线报道